发烧话题就跟就底 欢迎收看热情追踪 我是王李中业 节目一开始来探讨医疗议题 立法院里头再生医疗双法再度卡关 竹云市遭在野党跟许多专家学者连数抗议 反对者认为 动辄百万的自费细胞医疗 在缺乏二三期临床试验 及缺乏疗效数据等情况下 等同让病患花大钱当白老鼠 而过去被视为特管办法 催生者的台湾癌症免疫细胞协会理事长纪军林 他在接受访问时也提到 目前的草案看起来更像是促进产业发展法 不只没有以病患为优先 当发生争议也不适用要害救济 草案究竟还有哪些争议跟弊端 我们的记者访问各界专家学者 带您一一探讨 如果说讲说他是开大门 他是土利 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他土利的是病人 只要初步疗效 就可以使用再生医疗技术 那岂不把国人当白老鼠 本案应上代协商 做以下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 有关病患权益的再生医疗商法 经历多次朝野协商破局 宋院会原因争议过大提出暂缓 期间近千名专家学者连署质疑 治疗癌症权威的黄达夫就在其中 所以我们自己没有花钱在培养这些人 那医疗机构突然就要设一个说我可以用细胞用什么来治疗的话 是在没有根据的情形下是危险的 非常危险 我最怕的就是病人的生命受到影响 病人的经济也受到影响 投入癌症研究超过了50年 要把细胞疗法纳入常规治疗 黄达夫认为现阶段的台湾还不宜贸然造劲 尤其细胞治疗费用很高 一般人钱花下去恐会人才两空 作为医者讲究实证医学 但台面上的数字却很难说服他 短暂的生命可以生如下花 但谁不希望奇迹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2018年卫福部通过了特管办法 开放六种自体细胞疗法 截至2022年底 共954人接受治疗 其中癌症细胞治疗 合准140件778人 占八成是大宗 但这并非全貌 不在案的比想象中还要多 忍着打针的痛 心中却满怀希望 肾脏癌四期的癌友李锦峰 2015年到日本 接受最新的细胞免疫疗法 治疗多年后癌细胞不见了 用一张张医院收据来延长生命时光 虽然现在的他拄着拐杖 但身体状况已经稳定许多 只是曾经的他也因为太想活下去了 尝试当时国内并不合法的细胞治疗 你跟他说那我有培养细胞的报告嘛 他一定会回复你 他不能留任何东西资料给你 因为这个是不合法的 然后你必须要付现金 就是一针五万嘛 那我应该有大概花了快两百万吧 杂大钱只为买个希望 但因为是违法疗程 别说疗效 连打进体内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想着努力过总比什么都不做 就这样一路摸着石头过河 直到诊所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有一天他们突然跟我说 李大哥你那个也做那么多次了 那应该是有效果的 你不用再来了 他说我们的实验室就在我们诊所楼上 然后我就找我的朋友 也是一样是IEO 可是我说是教授那一位 他说不行啊 细胞培养的实验室它有一定的规格 诊所人员话没说破 但已经点醒了 还以为在痊愈路上的李景峰 而这样的例子 即使一晃眼 十年过去 医疗科技进步了 仍有成千上万人等待奇迹 为了活下去 铤而走险 搜出一堆不明来源真剂 上头标注字体杀手细胞 这是去年台南检警侦破的一件 假医师侦扎裁案 李爱妇人赔了500万治疗费 人病逝 甚至有不孝业者 以生理食盐水取代致剂 患者求生的希望 成了不孝人士的身材之道 但为何政府已经开放了细胞治疗 却不走合法管道 难道是特管办法失灵了吗 如果能够让病人在正规治疗的中间 透过细胞免疫治疗 比较和缓的治疗方式 去恢复生活品质 然后拉长它的寿命 那价格如果很合理的情况下 其实我是非常赞成的 但从特管法通过到现在 所有医院跟生计公司共同推出 合法通过的计划案 所有的金额都已经高到非常吓人 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承担的 癌症名细胞协会理事长 季军林十年前陪丈夫Casper 付日进行免疫疗法 是当时国内守卫 虽然三年后 丈夫仍以警动脉破裂出血过世 但挚爱地离开 没把他击垮 非让他坚持信念 推动后来的特管办法 然而当初的法案催生者 现今却感到失望 因为这种新兴疗法太贵 多数人做不起 病得不够严重还不能做 这么严 案例这么少 当然也就无法取得 大规模的疗效分析 尤其法案通过之后 不减反真的乱象 再到如今的再生医疗法草案 允许厂商绕过完整临床试验 不需要证就能打在病人身上 也被反对者批评是开大门 未经三期 使用后若出现了不良反应 病患等同费用自负 后果也自负 呈要害救济边缘人 恐求常无门 现在这个整个医疗法 看起来就是一个 促进产业发展的法 很明显 没有在思考病人跟家属的需求 反而还不如说像之前一样 做人体实验 然后比较大规模的开放 做人体实验 也许对病友跟家属 反而是一个真正的帮助 希望政府悬崖勒马 是因为法案中 还对医院可成立生计公司 有杂音 担心疫病权益和利益冲突 而对非医疗机构 执行再生医疗或细胞操作 罚则最高也仅200万元 没刑事责任 在庞大的金钱诱因之下 罚款不痛不痒 在再生医疗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跟健康食品来讲的话 它带来潜在的危害跟风险性 其实应该是要在更高的 但是其实可以看到说 它相关的法规里面 它其实只有罚款 它并没有针对这部分 其实在拧定相关的刑罚 过去保健食品未经核准 上次制造输入 会违反健康食品管理法 可处三年下徒刑 反观 再生医疗法草案却更松 甚至对能否制造杂交体 繁衍研究用胚胎进行研究 也从全面禁止 退回了有条件开放 无行为能力员或未成年员 只要亲人书面同意 就可提供细胞 伦理权力冲撞 是未来必然面对到的选择题 因为16条其实已经出立法院了 已经出那个委员会了 照理说出委员会 基本上就已经有很难翻盘的可能了 句句不说无奈却写满脸上 但立法的目的并非纯让法律通过 而是凝聚共识 所以当法案制定前有多项疑虑 各方就还得在能争辩的条文中 守住底线 不放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